大家好,我是我爱极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月8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一下 这段时间 人们很感兴趣的 关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会不会批准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也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是这一个话题 是这一个话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不会批准 据说过两天可能会有结果 所以很多人提出 让我预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来预测一下 这是昨天摇的卦 就这个卦象来看 情况我认为并不乐观 我以为过两天 就这个卦象而言 我以为过两天不会被批准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主要是证据理由还不够充分 他申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 第二个也是考虑到当前的资金市场的困境 有这两大因素存在 所以我认为1月10号还是不会被批准 1月10号还是不会被批准 这个卦象不太理想 也不乐观 那么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 很可能比特币市场价格会下跌一下 当然下跌一下还是会回暖的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警惕